很多人家里头养了吉娃娃 别以为吉娃娃个子小就不能看家 但您看到有一名窃贼 他的名字正好就汉台塑集团 创办人王有庆同名同姓 他要偷窃轮胎行 而轮胎行养了可爱吉娃娃 这两小只猛吠这个小偷 把他吓到腿软 店员马上报警抓人 而且我们要告诉您哦 不要以为吉娃娃个子小 这美国的研究调查 吉娃娃是世界上排名第二胸的狗狗 一走进轮胎行 吉娃娃马上叫到不行 不过我们不是小偷 这对聪明的吉娃娃狗 鼓起马上收起叫声咬尾巴哦 黑白花色相见的是狗爸爸叫做鸡腿 黄白相见的是狗妈妈叫鲁蛋 生了一窝小吉娃娃宝宝 都是乳牛黑白花色相当可爱 不过现在看起来和善的吉娃娃们 遇到小偷的时候可是相当凶恶 竟然能把一名小偷吓到当场腿软 而且这小偷还叫做 他什么名字 王勇庆 那首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 傻眼 傻眼 因为同名的同心 恰巧跟进之神王勇庆同名的小偷 假装药水喝 看轮胎行里没人 根本没把固定的吉娃娃看在眼里 就是工具箱偷东西 没想到吉娃娃夫妻突然狂吠 让小偷王勇庆愣住 夜人赶出来正好把他抓到警局 走进警局的小偷王勇庆垂头丧气 他还抱怨都是小狗坏事 谁叫他没先打听打听 美国宾州大学调查过 吉娃娃可是世界第二凶的狗哦 借盘点许文男高雄报道